十三,《文匯報》 港股牛報跳出洪介希債危機緩和美股中斷造好 2015年7月11日《重要新聞》 A02頭條香港《文匯報》信 記者周紹基 在中央加碼救市 公安部高調介入追查惡意估空下 護心股市 港股連續兩日大反彈 A股兩日反彈近一成 持續再升508點 兩日共彈1,384點 幾近修復本周三部射1,458點的失地 並從越牛洪分界線 希臘昨晚向國際債權人提交新的經濟改革方案 歐股早段顯著造好 美股中段逆升於200點 市場人士認為 內地托市措施漸見成效 加上稀債危機緩和 有利港股鞏固戰果 下週一或可續開紅盤 經歷本周初的恐慌拋售後 內地A股保衛戰措施漸見成效 持續高開175點後 除A股升幅擴大 下午買盤增加 高為增建25,015點 持續中升508點或2.1% 收報24901點 成交1821億元 持從上250天牛洪分界線24882點 近兩天累積升約1384點 物資在漲4.5% 迫近3900點 近日被沽殘的中資金融股 股繼續報復性反彈 內銀、內險及勸雙股鞋受追捧 帶動國子增升過4% 一度收復250天線 國子全日升412點或3.6% 收報11858點 雖然港股連續反彈兩天 但全州營陸得近四年最大的單州跌幅 累跌1163點 跌幅4.46% 國企指數全州則跌5.95% 希臘大福讓部債主金評估期債危機晚上出現曙光 希臘總理齊普拉斯與團隊 在國際債權人的最後通跌限期前兩小時 交出130億歐元的改革新方案 令人意外地大福讓步 在經濟、稅制改革落重錘 希望援取國際債權人答應 提供535億歐元貸款以重組債務 希望可以令希臘免於破產 留在歐元區 歐元集團主席大慈海爾布魯姆表示 在歐洲時間週五可能完成對方案的評估 市場以假設希臘能與債權人能達成協議 消息刺激歐洲股市早段顯著做好 連升三日 德、法股市約升3% 英國股市摘升1.4% 美股中段亦增升如200點 不過 外圍港股則有回套 截至今晨一時10分 港股比例指數報24843點 跌58點 港交所0388 ADR跌0.44元 報238.76元 騰訊0700 ADR報147.83元 跌1.17元 次夜期收報24860點 跌39點 低水41點 方案料獲接納利投資氣紛爭無行0011 投資首席分析員溫卓培表示 希臘公投有結果後 看得歐盟的態度垂直軟化 令希臘改革方案獲得通過 被國脫離歐元區的機會可能增加 他預期 希臘的問題最終可能暫時解決 現時無論歐洲股市及歐元均顯著回徵 相信港股下週一可繼續紅盤 他認為 希臘的改革方案很大機會在週日通過 問題暫時獲解決 相信可帶動7月如下日子的投資氣氛 不過 這只是用錢買時間 沒有折底地解決問題 其他歐珠國眼見希臘的做法 會否有養殼養 則難以預料 溫卓培俗說 西班牙明顯大選 目前左翼勢力抬頭 同樣打光背寬懷的旗號 隨時可能將希臘搬扭計 這會壓抑歐元的聲勢 預計即使希臘的改革方案獲通過 歐元對美元也只會升至1.14左右水平 如千億股復派坊建大考驗 和財政券研究部經理直耀輝也表示 港股似乎已回穩 後市走向仍取決於 A股 他指出A股近日聲勢傳賴中央託市 A股昨日的成交量亦不高 現時難以判斷後市走向 應待內地如千隻停牌的股市復派後 才可預測股市下一步的走向 至於希臘的因素 他預期不會大幅影響港股 港股投資者也較理性 相信此可於25000點水平上落 分析員評A股 港股後市負責著香港基金經理 Robert Bayer A股過去四周暴跌 對企業盈利和經濟增長的影響有限 政府穩定股市的措施 將阻止股市繪敗 白波及金融體系 就基本面而言 富達普有相當大的信心 我們正滿倉投資 中國股票 索銀環球資產管理 A股股票業務基金經理 斯賓 港股沽壓基本消化得差不多了 而且一些上市公司陸續宣布回購股份 相信股價快速下滑已經差不多了 經過這輪調整之後 現在來看港股的投資價值更大 旗下港股基金進行了一些增持 美銀美臨中國股票研究部主管崔毅 外資或會因近期的 A股動蕩而減低進入內地市場的意欲 對A股的態度也會更吹審慎 估計停牌A股的復派速度緩慢 港管難免會淪為提款機 但目前 H股股值便宜 可留意具備國企改革概念的股份 霸凌資產香港中國股票主管 LU 中國投資市場並未發生本質改變 指示股市在股值水平上有變 中長期上行潛力增大 長期重點關注可能受益於成真化 服務業需求成長 中國品牌掘起及製造業和出口 雙效率提高的企業 監管機構重建信心最有效的方式 是繼續加大貨幣寬鬆支持以及改革 預計投資者會重返股市 法國巴黎銀行首席外匯和利率策略 現在人民幣納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特別提款權男子的概率 以從其之前預估的70下降至52下 因中國政府忙於在股市救火 會再推動改革和市場自由化上分心 而股災後或加速資本外逃 也使IMF對是否納入人民幣更加謹慎